今早去到茶餐厅,清一色男人,大多数打算在茶餐厅饮杯咖啡之后,中午才去饮茶,今日酒楼分很多时段做生意,有一些由早上十点半开始,午市都分三个时段做生意,宁愿收平些小,大家互为,有客人说现在无论楼市股市币市都不稳定,投资者如何面对? 老板认为可以不买,可以不卖,千万不要沽空,沽空的意思大家都应该明白,就是无货卖而去卖,很容易会被人夹仓,输钱无上限,当中包括不能够将自住单位卖走,任志刚话,这也算是沽空,不过话分两头,今日酒楼可能会做小小沽空, 就算明知爆棚都会接多几台客,恐怕有客人说做父亲的客人确诊,不可以来,所以,大家今日去酒楼吃饭,如果要等一阵间,请见谅,毕竟生意难做,酒楼做下沽空亦是无可口非。 欢迎订阅点赞, commentary 请谅, yr张讽刀uss作词